Hello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 能把事情做成功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大家会不会好奇 其实很多的企业家他在找接班人的时候 其实他都会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我应该把企业传承给谁 那这个选择就非常重要了 为什么 因为整个企业要能够持续下去 势必我们一定要找到对的接班人 可是问题来了 到底谁才是对的 那他又需要具备什么特质呢 其实这是非常多的企业家都在找群的 那事实上其实我们在这个 不管做任何事情或甚至创业 我们其实也在想这件事情 就是我到底应该要能够怎么样 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合作 并且把这件事情做好 那其实这件事情大家在这个 找群的过程其实有超多想法了 比如说可能现在会觉得能力很重要 是啊 有能力的人才有办法真的 把事情做起来嘛 对不对 这也看起来是没问题了 那有些人会说这个人脉很重要 是啊 也的确一个人脉很广的人基本上他就有一些资源可以运用 这倒也是对吗 会有些人说要找一个很有智慧的很聪明的 这也没错 因为他处理事情的能力跟效率其实是非常高 那也可以让整个系列他们的这个不管是收益啊 或者是成本啊 其实都会把CP值拉得最高对吗 那还有人说那比学历还是比财力还是比经历 其实这当中就有很多人他们在找寻到底什么样的特质是最关键的 但是我们发现说也的确有非常多聪明的人 也有非常多非常厉害的人在这世界上 那如果我们只是看学历 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些的经历 就论断所谓要交办给谁 那似乎好像这个一山还有一山高 所以就很多人在找这样子的一个答案 包括就是今年刚离世的这个道圣和夫 他也在找寻 那很幸运的在这个书籍当中 看见就是这些的企业家 他们到后来有找到答案 并且跟大家解答了 实际上是什么样的特质 那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想一下 如果你只能选一个特质的话 你会想要交办给什么样特质的人 我记得有人说是他很愿意利他 很感恩很善良 坦白说我觉得其实都都对 因为这些特质都蛮重要的 也是我非常在乎的 懂感恩 我是不会这个 就是当者 不会说推陷责任给别人 我觉得这些都超重要的 那我要跟大家公布 就是这些的企业家们 或是有些作家们 他们其实有一个口径一致的答案 那这个答案我听到之后 我觉得哇哦 就是太起鸡皮疙瘩了 而且是我没想到的 那这个答案叫做热情 为什么是热情呢 当一个人对这件事情非常有热情的时候 坦白说他可能能力不是最强的 他也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 但是他有热情 他就会把事情做好 他有热情 他就会找遍各种的资源 各种的人脉来处理这件事情 来把这件事情做成 一个充满热情的人 他就算真的太多的事情 没有把握 不拿手 他仍然会想尽办法 把这件事情做到位 我反过来说 如果有些人很有能力 可是他一点热情都没有啊 他就是 已经就是非常厌世 然后甚至就想要躺平 然后想要能够少一次就少一次哦 那这样的过程 其实我们就会发现 他很大的机会 没办法把这件事情做成 他或许有些能力做好 但是我们讲的是 把它做到成功为止 做到这个所谓的 甚至能够交棒 然后能够造成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价值 然后甚至能够 这个造福人群哦 这个真的 透过热情这件事情哦 真的可以达成 所以有热情的人 他遇到的障碍跟阻挠呢 他也比较不会 就是随便的放弃 所以一个有热情的人 基本上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 他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 因为他具备 这个非常强大的热情 那大家听到这个答案 感觉怎么样哦 那时候是很惊讶 到后面是很兴奋的 因为我发现说 哇真的耶 我后来好同意这个答案哦 我们可以看到 市面上那些 所谓的成功企业家 其实 我们真的 比较深的去了解之后 会发现 他其实真的不是 那领域最强的耶 甚至很多时候 他根本不太懂那一块 但他就觉得这块是趋势 他有强大的热情 想要推动 想要完成这些事情 所以他就完成了这个 他的这个创业的版图 甚至打造了这个 他的地骨 所以我就觉得 哇真的热情太重要了 那接下来一个 很关键的问题哦 就是 对我认同热情很重要 那请问 我又要如何得到热情呢 我相信这个也是非常多人 非常困惑 也还没有找到答案的 就是 会觉得 对啊 我每天这样子上班下班 回家吃饭睡觉 就是 就不太知道自己在干嘛 那 当人一旦没有了热情 其实做什么事情都 就是 心思走肉 那其实也很辛苦 这到底 怎么样能够有热情呢 那我觉得很幸运哦 这透过 Simon Sinek 他这个 无限赛举里面这本书 他就讲到 这个非常精准的答案哦 那 怎么样能够产生热情 答案就是 你必须要 为了 不只是自己 而是一个群体 一个特定族群 而努力 那么 你就会产生热情 哇 所以代表说 其实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 如果我们知道做这件事情 是可以帮助到别人的 是可以为了这个族群 一起奋战 一起努力的 我们就产生巨大的热情 相反来说 如果我们就只有 这个为了自己 而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其实我们可能的动力 会很快的不足哦 那这是让我想到 其实 我发现哦 真的是这样 当比如说阅读来说 我就举办了所谓的读书会 然后大家一起来 那我发现原来阅读这件事情 可以帮到别人 举办读书会这件事情 可以让大家一起有好的环境 做学习 做交流 甚至培养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哇 我就觉得 这件事情很棒 很棒到就是 我不想要放弃这件事情 甚至 有时候我也会发烂 我也会觉得 今天特别累 是不是可以不用看了 可是你知道吗 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 是对大家有贡献的 所以你就会觉得 我自己烂没关系 我自己偷懒没关系 可是我不能影响到别人啊 我要为别人 就是当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我要成为别人的一个 很棒的一个楷模 所以我就会想要把事情做好 所以就发现到 哇原来要产生热情的关键 是你必须要为了自己 以及自己以外的群体 在做努力 在做贡献 在做付出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巨大的热情 而这当中很关键的 并不是说你自己不能获得好处 而是叫做利他 共赢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共赢是最终的一个目标 共赢指的是 我们能够一起把这块的饼 做得更大 让大家分的这个饼 是比原本的更大块 而利他只是一个手段 利他只是一个途径 让我们可以帮助彼此 让彼此更有价值的一个交流 然后甚至最终 每一个人都获益 所以我们才发现 原来热情 它来自于 我们愿意为了其他人做付出 那这时候 你就会产生巨大的热情 所以我们就发现 原来我们要把事情做成功 最关键的特质 就是热情 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 你的收获是什么样 甚至有没有开始去思考 那你呢 你的热情在哪里 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认为是可以帮助到 除了自己以外 还有他人的部分 那就是你的热情来源 所以希望透过今天这个Podcast 能够帮助大家去探索 自己的热情所在 让各位能够拥有 把事情做成功的特质 就祝福各位 有这很棒的一个旅途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